其實搜門員在球隊中絕對是一個英雄 因為他可以改變一場的戰果 尤其當時是12碼的時間 如果搜門員能夠擋球 他絕對能夠將戰果由輸便贏 都可以由他攻擊 另外一個特色 搜門員其實是一個插畫攻勢的內致 因為他是最後一個 他拿著球要交出來給後衛再組織攻勢 所以他的意義也相當重大 另外就是一個穩健的搜門員 對著球隊的防線和所有球員 都很有自信的話 那場球賽贏球的機會都會增加 其實我覺得小朋友 嘗試這個搜門員是好的 可以令到他的反應和觀察能力會好 還要令到他的溝通 甚至是和其他相處方面都會有幫助 另外勇於誠答 因為搜門員是一個很責任的人 因為如果對球隊任何一個甩底都無所謂 但是搜門員不在 他只是在一個專項的位置 他不在誰可以擔當呢 所以除了在球場內的表現之外 球場外的表現都可以培訓到他 還等! 你們不要收到足球天分 快點參加報名 玩仔談話